在现代中国的广袤大地上 隐藏着两个古老的谜团 周朝的国都西齐和商朝的国都昭歌 这两座曾经辉煌一时的都城 他们的确切位置究竟在哪里 这个问题激发了无数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好奇心和探索语 西齐周朝的古都据说位于现今的陕西省宝基市 它的故事始于一个传说 凤鸣岐山象征着周文王时期的神秘与繁荣 而昭歌作为商朝的国都一度繁华至极 位于今天的河南省鹤壁市 这两座城市曾经是中华文明的灯塔 见证了无数的辉煌与衰败 随着考古学的发展 人们开始探索这些古都的遗迹 在西齐的遗址上 发现了周朝的宫殿基座和生活用具 而在昭歌的废墟中 则揭示了商周王时期的奢化与暴政 这些发现不仅丰富了我们对古代历史的认识 也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但是 这些发现并没有完全解开 周朝和商朝都城的谜团 随着新的考古发现和研究 我们或许能够进一步揭示这两座古城的历史秘密 难道他们真的就位于现代的宝鸡师和贺碧师吗 或者历史的尘埃下还隐藏着更多未被发现的故事 这两大古都的真实面貌 如同历史的迷雾 等待着勇敢的探索者去揭开他们的神秘面纱 以稀奇的传说 周文王与凤鸣齐山 在周文王统治时期的一个清晨 稀奇的空气弥漫着淡淡的尘雾 阳光透过林间的缝隙 洒在齐山的山顶 周文王站在山巅 眺望着远方 突然 一声震天响的鸣叫 滑破寂静 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 那声音雄晃神秘 让周围的鸟惊恐四散 森林中的叶子也在这声音中颤抖 周文王惊异地望向四周 不解这突如其来的一变 他迅速命令手下的谋士和卫兵 探查这不寻常的声音来源 诸位大臣议论纷纷 有的猜测是天灾 有的认为是不祥之兆 但周文王沉着冷静 他知道 这不同寻常的现象 定有其特别之处 不久 一位年迈的高人 被带到王前 他满头白发 眼中透露着智慧与深邃 他对周文王说 陛下 这是凤凰之声 是吉祥之兆 凤凰为神鸟 齐声响预示着明君的出现 也预照着稀奇的繁荣昌盛 周文王听后 心中波澜起伏 他望向其善的方向 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与希望 他深信 这是上天对他的祝福 是对他统治理念的认可 周文王随即下令 加强城市的建设 发展农业 鼓励文化 立志使西齐成为周朝最重要的城市 随着时间的推移 西齐的确如预言般 繁荣昌盛 农田里庄稼丰收 市场上商骨云集 诗人在街头吟唱 手工艺人精心制作着各种器物 西齐的名声远播 吸引了四方来客 某个夜晚 周文王在宫殿的露台上 仰望星空 他回想起多年前 那声震撼心灵的凤鸣 感慨万千 他知道 西齐的繁荣并非偶然 而是他与陈宁共同努力的结果 在他的智慧领导下 西齐不仅成为了周朝的政治中心 更成为了文化与经济的重镇 商人 诗人 画家 学者 纷纷涌向这座城市 带来了新的思想和记忆 西齐的街道上 可以听到各种语言和方言 见到各式各样的服饰 感受到不同文化的交融 周文王在宫中设立了学院 鼓励学问与艺术的发展 他常与学者们 一起讨论天文 历史 哲学等诸多领域 西齐的孩子们 从小就有机会接受良好的教育 他们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 成为了有学问 有思想的新一代 西齐的辉煌 不仅仅是建筑的壮观 或是市场的繁华 更重要的是 他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材质知识 为整个周朝乃至更远的未来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而这一切 都是与周文王对了神秘奉鸣的信任与追随 在他的英明治理下 西齐不仅成为了周朝的心脏 更成为了一个传奇故事的起点和终点 成为了历史上一个不朽的篇章 如同凤凰涅槃 西齐的每一块石头 每一条街道 都见证了周文王的智慧 与民众的勤劳 城市里的每一次庆典 每一个节日都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 和对未来的憧憬 夜晚 当周文王独自漫步在宫廷的花园中 他常会遇到正在研究植物的园丁 或是在夜色中吟诵诗歌的文人 这些人 正是西齐繁荣的活生生的证据 他们的谈话经常围绕着 如何让西齐更加美好 如何让文化艺术更加繁盛 在周文王的领导下 西齐不仅是一个政治和经济的中心 更成为了文化交流和艺术创新的荣物 从周边国家来的使者 都对西齐的繁荣赞不绝口 他们将这里的故事带回自己的国家 让西齐的名声传遍了远方 周文王知道 一个国家的真正强大 不仅在于其经济和军事力量 更在于文化和智慧的积累 西齐的繁荣 正是这种理念的最佳体现 在他的治理下 西齐成为了一个智慧之城 一个梦想成真的地方 岁月流转 周文王的名字和西齐的故事 被后人传唱 西齐不仅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 更留下了一个关于智慧 勇气和希望的永恒传说 这个传说始于一生奉命 终于一个伟大文明的诞生 成为了华夏民族千古流传的佳话 二 昭歌的辉煌 商周王时期的繁荣 在商周王的统治下 昭歌的辉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这座城市充斥着无尽的繁华与喧嚣 夜晚 昭歌的街头弥漫着青涩的和平 音乐家们弹奏着悠扬的曲子 那美妙的旋律 随风传遍整个城市 甚至能传到五十里外 这种繁荣的景象吸引了八百诸侯 他们从四面八方来到昭歌 向商周王朝拜 展示了昭歌的显赫地位 然而 昭歌的辉煌背后 隐藏着暗流涌动 商周王的暴政与残忍日益显露 他与达己共谋 对忠良之事进行残酷的迫害 在昭歌的宫殿内 商周王与达己的奢靡生活 与外界的繁华形成了鲜明对比 他们沉溺于酒色之中 举行着奢侈的宴会 忽视了民众的疾苦 在昭歌的市场上 百姓们私下议论着国王的暴行 他们的眼中充满了恐惧和忧虑 商周王对待百姓的方式 让人民失去了对他的敬畏和尊重 他们对未来充满了不确定和恐惧 商周王的宫廷中 忠诚的大臣们劝谏吴国 反而遭到了残酷的打压 许多忠良之事在达己的指控下惨遭杀害 这种残暴的行径 在昭歌引起了广泛的恐慌和愤怒 然而 商周王对这些忠告视而不见 他的暴政日益加重 昭歌的街道上 曾经的繁华 渐渐被压抑与恐惧所取代 市场上的笑声变少了 音乐家的曲子也变得低沉 随着时间的推移 昭歌的经济和社会开始受到影响 曾经充满活力的商骨逐渐离开 艺术家们也不再有灵感创作 城市的光彩逐渐退去 取而代之的是萧条与衰败 在昭歌的宫殿内 商周王仍然沉迷于奢华的生活 对外界的变化毫不在意 他和达己继续举行着奢侈的宴会 而城市的百姓却在他们的暴政下苦不堪言 最终 商周王的暴政引起了人民的强烈反抗 一个名叫江子牙的智者 开始组织起一支反抗军 准备推翻商周王的统治 昭歌城内 原本忠于周王的士兵和官员 也开始暗中转向 对周王的统治失去了信心 昭歌的命运在这一刻发生了转折 商周王的暴政 最终导致了他的覆灭和昭歌的衰败 这座曾经辉煌灿烂的城市 因为一个暴君的残暴无情走向了历史的终结 昭歌的故事成为了后世对于暴政于民众苦难的深刻警示 三昭歌的没落 周王的覆灭与城市的消亡 随着商周王统治的终结 昭歌的命运也走向了一个新的转折点 商周王在露台的自焚 成为了商朝灭亡的象征 这座曾经辉煌至迹的城市 如同一颗陨落的星辰 逐渐在历史的长河中暗淡下去 昭歌一度繁华的都城 在商朝灭亡后 面临着无可避免的衰败 街道上曾经的喧嚣和繁华不在 市场也失去了往日的热闹 城中的百姓曾经饱受商周王暴政之苦 如今却面临着更加严峻的生存挑战 周武王登基后 他决定放弃这座曾经的商朝都城 转而建立新的政权中心 他留下了商周王的儿子武庚 希望通过这一举措安抚原商朝的民众 然而武庚并不满足于这样的局面 他心中仍怀有恢复商朝的野心 武庚在昭歌的残破宫殿中 策划着复兴商朝的大计 他暗中联络忠于商朝的旧臣和部族手里 秘密筹集兵力和资源 武庚的行动虽然秘密 但仍然引起了周武王的警觉 一夜之间 昭歌再次成为了战争的焦点 周武王派出大军 包围了这座城市 战争的硝烟再次笼罩了昭歌 城中的百姓陷入了深深的恐慌和绝望中 战火中 昭歌的宫殿 市场和居民区被严重破坏 武庚的军队在周军的强大攻势下节节败退 街道上 曾经繁华的建筑变成了瓦砾 百姓的家园化为灰烬 最终 武庚的反抗军被彻底击溃 他本人也被捕 昭歌的抵抗宣告失败 这座城市也因此在历史上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 周武王的军队在取得胜利后 没有再对这座城市进行重建 而是选择了离开 将其留给了历史和时间 昭歌的衰败和毁灭 不仅标志着商朝的终结 也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这座曾经繁华的城市 成为了历史教科书中的一页 留给后人无限的思考和感慨 随着时间的流逝 昭歌的故事逐渐被人们遗忘 但他曾经的辉煌和衰落 仍然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深刻的痕迹 昭歌的遗址 成为了探寻古代文明和反思历史的重要地点 吸引着无数探险家和历史学者 前来探索和研究 似西齐与昭歌的遗迹 历史的见证者 随着现代考古学的进步 曾经辉煌一世的西齐和昭歌 重新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在陕西省宝基市的某个考古现场 考古学家们小心翼翼地挖掘着 逐渐揭开了周朝遗迹的神秘免杀 这些遗迹包括古老的宫殿基座 城墙遗迹 以及各种生活用具和艺术品 每一件出土的文物都像是一扇窗户 让我们窥见了周朝时期西齐的生活面貌 在河南省赫比市 考古学家们则发现了昭歌可能的遗址 这些遗址中 古代宫殿的基础 城墙的残垣 以及许多生活陶器和青铜器 共同诉说着昭歌曾经的繁华与衰败 这些遗迹中的每一块石头 每一片土地 都承载着过去的记忆 见证了商朝末年的辉煌与悲剧 在宝基市的西齐遗址中 考古学家们发现了大量的生活器物和宗教仪式用品 这些发现揭示了周朝人民的日常生活和宗教信仰 例如 精美的青铜器展现了周朝的铸造技术和艺术水平 而陶器的形状和文士则反映了当时的生活习惯和审美趣味 在赫比市的昭歌遗址 考古学家们则发现了大量的武器和战争遗留物 这些遗物不仅证明了商周王时期昭歌的军事实力 也反映了那个时代动荡和冲突的局面 同时还出土了一些豪华的宫廷用品 显示了商周王和贵族们的奢华生活 在这些遗址中 考古学家们还发现了大量的文献资料 包括甲骨文和名文 这些文字记录了古代的历史事件 皇室家谱 以及当时的社会和经济状况 通过这些文字 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商周时期的政治 经济和文化 西齐和昭歌的遗址不仅仅是断壁残垣 他们是华夏千年历史的见证者 这些古老的城市遗址 让我们窥见了商周曾经的辉煌 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历史的深邃和复杂 通过这些遗迹 我们不仅学习到了古代人民的生活方式 还能理解他们的思想和信仰 这些考古发现 不仅丰富了我们对古代历史的认识 也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它们让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自己的文化根源 也激发了我们对过去的好奇和探索欲望 总之 西齐和昭歌的遗址 为我们打开离山 通往古代世界的大门 它们不仅是历史的见证者 更是连接过去和现在的桥梁 让我们在现代世界中 更好地理解和欣赏 我们悠久的文化遗产 通过对这些遗址的研究和保护 我们可以向后视 传承这段宝贵的历史 让它们成为永恒的记忆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转发